各位朋友大家好,今天接着给大家讲有趣的历史故事,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是一个奇女子,历史上迷倒一片皇帝君主的女人不计其数,然而历经多次凯朝换代,却还能让美女成群的君主,败倒在石油群下的女人,在历史上恐怕是屈居可数,而萧皇后就是这么一位奇女子,今天要给大家讲的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,隋阳帝的皇后,萧皇后的传奇人生, 中国历史上哪个女人最受欢迎,萧皇后肯定是其中一位,这位曾经一举摘下了历史上最强熟女人的桂冠,萧皇后天生意志,娇媚迷人,要说她美到哪种程度,语言无法描述,从她年近五十,仍然让李世民看得像丢了三魂六魄似的,倾国听诚应当是当之无愧的。 关于萧皇后的出身,史书上有明确记载,北史中提到了一个身份特殊的人物,就是萧皇后的父亲萧奎,萧奎的曾祖父就是南北朝时梁朝皇帝梁武帝萧衍,这个萧衍在历史上也很有名气,就是唯一的一个,在当皇帝的时候,就出家出了三回的,脑子有点进水的皇帝。 今天咱们在这儿但且不说,梁武帝萧衍这个奇葩,以后有机会的话咱慢慢说,先说他这个曾孙子,萧奎。 传到萧奎这一代的时候,梁朝早就散了,不过萧奎仍然打着梁的旗号称王,把冰州江阳当作真剧地,史称西梁。 同时萧奎还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文化人,喜欢读书,愿意编书,写过很多作品,拿到现在来看也算是高产作家了。 文人之国往往手软,何况群雄定起的那个年代,玩的就是弱肉强食,这小小的西凉,只能找一所硬靠山。 于是萧奎就经常带着后礼,动不动就经常去长安,当时的大周朝是十一最强的,抱上这条骨腿。 可是过了没多久,长安的局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,那发生了什么事呢? 公元581年,年幼的北周的周靖记退位了,把皇位善让给了别人,非是旁人。 正是这位小皇帝的外公,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杨坚,隋朝的开创者杨坚。 他的儿子就是隋杨帝杨广,后来杨坚就登基当皇帝了,创立了大隋朝。 至于那个萧奎,当然是跟风转,谁当皇帝就跟着谁。 您别说这位新登基的大隋皇帝杨坚,还挺待见萧奎的,杨坚甚至还很坦率地表示, 我有一个小儿子叫杨广,希望能够娶你们家的闺女,萧家四公主,你们家女儿不管怎么说也是一妻娘公主吗? 也就是这位后来的萧皇后,说起这位萧皇后,那也可谓是命运坎坷,怎么回事呢? 从小父母就把她送人给送出去了,因为这位萧皇后是二月份生的,按照生辰八字来算。 当地有一说法说,这个二月生的孩子,克父克母,于是就把她送给了叔叔,结果不知道怎么回事。 刚送过去没俩月,叔叔叔母俩都死了,于是又把这孩子送给了舅舅,舅舅家是穷人,可能命会比较硬一点。 小萧公主从小就跟贫穷的乡下女孩一样,在田间地头长大,这说起来谁也不能怪,只能怪自己出生的时辰不好,生辰八字惹的祸,可正是这个生辰八字,给她的命运带来了又一次巨大的逆转。 就是小萧皇后刚满九岁的时候,杨健打算给儿子杨广找个媳妇,然后就让来了天下所有名门市家中,女孩的生辰八字,挑来挑去。 结果只有这个年方九岁的萧公主,和儿子杨广的八字是和的一起,和的是天衣无缝,和的是大吉大利,于是就选定了她,你别说这还真是命,正所谓命里有时钟须有,命里无时莫想求。 当然这位萧皇后长得也非常好看,据说她出生的时候,有一个算命的高人,就曾经为她的相貌惊奇不已,仔细推算了她的生辰八字,随后得出了八个字结论, 不是克父克母,而是母一天下,命乃桃花。 从后来萧皇后的经历中,就证实了这八个字说的是多么的准确,预测性多么的强。 话说这时候才九岁的萧皇后,就这样被定下了这门亲事,要嫁给杨广,这时候杨广的年龄已经二十一了,杨广这时本来驻守扬州,在回京的时候就见到了她未来的妻子。 这位将来的萧皇后,一看才九岁就这么漂亮了,如此动人,为之激动不已。 九岁的女孩,你说漂亮,能漂亮到哪儿去呢?杨广是不是有种恋童的倾向呢? 我们表示怀疑,就在四年之后,开皇十三年,杨广就迫不及待地跟她完成了婚事。 杨广是二十五岁,新娘子刚满十三岁,在现在很多人看来,十三岁不过也就是一个初一的学生,女中学生还是初中生,但是在古代十三四岁时出嫁的女子是非常普遍的。 要是到了二十还没嫁人,那就是大领圣女了,且不说圣女不圣女,反正年方十三岁的萧皇后,从此就嫁人了。 洞房花竹叶,杨广心花怒放地把娇羞万壮的小王妃拥到怀里,同时还做着黄粮美梦,因为让她高兴的是,之前有个大仙给这萧皇后算过一贯,说她能母一天下,萧妃这时候还只能叫萧妃,还不能叫萧皇后,这萧妃将来既然能母一天下,那不就证明了她就是一个皇帝吗? 虽然现在太子是她哥哥杨勇,但是生在帝王家的她,是从小就怀着当皇帝的志向,这也很正常啊,因此她就把萧妃视为是自己命里的父亲,对她是遮爱被制,可惜的是,这句话她只听进去了前半句,就是母一天下,算命先生在后面还有四个字呢,这四个字就是命带桃花,这就注定了这萧皇后,将来不会只是她一个人的女人,顶多她只是第一个而已, 因为有了萧妃这颗希望之心,原本不对皇位抱有幻想的杨广,就开始有计划的,和大哥杨勇展开了皇位之争,偏偏这个太子杨勇,又是个天生找死的主,爸妈花了大价钱,给她娶了大老婆太子妃原事,她爱理不理,却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一个小妾身上,结果太子妃原事受不了气,一怒之下上吊自杀了,气得她爹妈要废掉她的太子之位, 这时候杨广就趁虚而入,故意在父母面前极力装出一份孝顺正派的样子,还有一做出疏远萧妃专心事务的姿态,萧妃也聪明,聪明得体的萧妃,也一本正经的和杨广配合着表演双簧,还时不时的跑到婆婆独孤皇后那去哭诉杨广,说她一心只迫在了工作上,忘了家,忘了她,冷落她自己了, 要求赔偿青春损失费,他们夫妻的一唱一和,终于打动了独孤皇后的心,一气之下就废掉了杨广太子之位,把杨广推上了太子宝座,这时候,距离杨广和萧妃成亲已经七年了,也就是说这对颇有心机的小夫妻,在母亲独孤皇后面前,整整表演了七年的悲情苦戏,杨广终于如愿以偿,当了太子, 曾太子之位一年以后,独孤皇后因病而死,随后杨广就逐个弄死了别的几个竞争对手,登基若了皇帝,史称隋阳帝,当了皇帝以后就高枕无忧了,隋阳帝就开始沉与酒色,无心管理朝政了,于是他一方面下召广征天下美女,另一方面又派人在东都洛阳大兴土木,广泛搜罗海内外其台义士,其花一草充斥其中,准备安置好美女之后, 就可以在那尽享人间乐趣了,他这么注重皇室,当然也就会舒服国室,虽然征服了无数美女,但是却没有征服李渊李密等几个丑男,一时之间天下大乱群雄四起,好多人都在比赛造反,李渊李密斗建德等人纷纷举兵,清晦一冷的杨广决定先都到南京,不再回北方,这时候亏是皇位已久的宇文化级,也开始造反了,这宇文化级,当时是隋阳帝身边的一个重臣, 率领进军造反,率兵杀入皇宫,年满五十岁的隋阳帝被逼的杀掉自杀了,宇文化级早就对萧皇后沉嫌三尺了,干掉杨宝以后,一级以他儿子的性命为妖邪,逼他做了自己的小妾,萧皇后就成了宇文化级的一个宠妾了,这时候,在中原一带起兵的窦建德杰杰胜利,直通江都,宇文化级抵挡不住, 一拜再拜,最后带着萧皇后退守卫宪,并自立卫许帝,改称萧皇后为淑妃,不久之后,卫宪又被攻破了,他仓皇退往辽城,窦建德率兵一路追击,随后攻下辽城,杀死了宇文化级, 作为胜利者的窦建德,除了收缴宇文化级的金银珠宝,还顺便收缴了魅力不减的萧美人,虽说已经失去了两人丈夫,做了两次寡妇,但是萧皇后的美艳容颜,和高贵气质依然不减,窦建德本着不要白不要的思想,就把宇文化级的书碑,变成了自己的王妃,纵情声色,就忘记了逐鹿天下的初衷,恰好窦建德还有个原配夫人, 胖称是超级大塑缸的曹大嫂,他经常在这俩人黑灯瞎火共赴乌山的时候,突然顶着超大号灯泡冒出来,撒泼发怒,插磕打混,弄得窦建德大失情趣,这时候,北方突厥人的势力迅速发展起来,大有直逼中原之势,原来嫁给突厥可汗当老婆子,贼阳帝的妹妹,萧皇后的小姑子,一成公主,听说李渊已经在长安称帝,又打听到了萧皇后的下落, 于是就派使者来迎接萧皇后,窦建德不敢和突厥人正面对抗,另外再加上身边那个超级大醋盘子的影响,就只好乖乖地把萧皇后交给了来人,萧皇后在几番折腾之后,没想到,居然会移民到了国外,去了突厥国,不过萧皇后是什么人物呀,不但漂亮,天生立志男子气,到那没多长时间,就迷倒了父子两代克汗,出罗克汗和杰利克汗,时已至此, 命运已经不能由自己掌握了,反正当初就预言,她是命带桃花在劫南桃,只能听天有命了,无可奈何之中,萧皇后就变成了突厥克汗的妃子,后来老克汗死了,金克汗继位,按照突厥人的风俗,萧皇后又被金克汗接手,这一晃就是十年,十年之后,也就是唐太宗贞观四年,大将李靖,大破突厥, 这个李靖是封城三峡中的李靖,可不是那个托塔天王扭诈他爹的那个李靖,这个李靖大破突厥后,带回了萧皇后,把他给带回国,这时候萧皇后已经是四十八岁方宁了,用过去的话说,那就是半老徐娘了, 而唐太宗李世民,这时候才三十三岁,但是萧皇后入朝之时,李世民见他,云并高耸,湖并低垂,妖似杨柳,脸色牡丹,美眸流畔,一太万千,完全没有四零五零后的那种英勇的衰老姿态,却比一般的少女还漂亮,还多出一份独到的成熟果实般诱人的风韵,这让李世民不仅是为之惊惊动摇,历史上评价说李世民是一个非常有为的天子, 但是实际在意识上也是一个比较好色的人,确实是这样的,如果您不相信,等你有空的时候,去查查史书就知道了,再加上,这个萧皇后这么漂亮,一看就为之怦然心动,爱的火苗就迅速燃烧成了熊熊大火,一下子就把李世民给完全吞没了,李世民一下子就看中了这位萧皇后,或许可能是她从小就缺少母爱的原因,顾不上年龄的悬殊, 更不在乎外人的品评,总而言之,就是在萧皇后身上,体会到了一种成熟女人的风韵,更感受到一种类似于姐姐和母亲般的温馨,使她能够得到很多安慰,就这样,萧皇后被唐太宗封为昭容,这也是妃子的一个称呼,转了一大圈,萧皇后又成了大唐仙子李世民的宠妃了, 为了欢迎萧皇后来到皇宫,李世民破例举行了一次规模盛大的宴会来欢迎她,在皇宫之中,四处张挂着华丽的宫灯,歌女武器们献上清歌漫舞,桌上摆满了山珍海味,李世民以为这种场面已经够豪华够奢侈了, 就为身边的萧皇后,为眼前的场面,与隋朝那时候的皇宫相比怎么样呀,她以为已经够豪华够不成章,够奢侈够浪费了,其实这点小排场,比隋阳帝那时候的豪华奢侈情情,那差得远得多得多,隋朝那时候,夜宴时不点灯,只是在走廊下面,全挂着120颗,直径好几寸的夜明珠,大灯泡试得硕硕发光,还在店前设立火焰山, 几时座专门焚檀香木料,檀香香料还有其他各种香料,这样即可使皇宫之中光亮如白昼,又有一箱扑鼻,鱼香绕梁,如同进入仙境一般,每天晚上烧掉的檀香就有两百多车,对此萧皇后也不便明说,只是平静地说了一句,陛下乃开机立业的君主,何必与王国之君相比呢? 大家听听,这话说的多有水平,像当初他的钱钱钱,钱钱任老公隋杨姬,那是王国之君,那可堪称是史上四大昏庸无道的王国之君,基本上可以排位第一名了,至于其他那三个是哪三个,大伙自己去查查。 总而言之,庞太宗立即明白了萧皇后话中的含义,顺时对他深感钦佩,瞧瞧这女人,明晓势力也已得体,为他所深深折服,从此对他更加敬重和藏爱了。 就这样,萧皇后在长朝的皇宫之中,又度过了十八年的平静岁月,一直到六十七岁才寿终正寝。 这个女人传奇的一生讲完了,纵观萧皇后的一生,真可谓是欲经千般沧桑,斩尽万种风流。 一个女人竟然被又个皇帝,封抢了六十年,历史上还能举出第二例吗? 她的一生享尽了荣华富贵,也历尽了各种沧桑贤奈,不能说她是风流之极,却也能说她是福奔不浅。 确实,一个女人的魅力,是否能对岁月免疫呢?答案有时候是肯定的。 你看这萧皇后就是一个例子,正如同一句广告词,年龄对她只是一个数字,九岁就定期要嫁给杨广,十三岁就正儿八经就成了隋朝的晋王妃。 从这时候开始,历经两广语文化集都见得出罗克汗,杰利·克汗和李世民六位男人。 虽然她身上的标签从少女、淑女、大妈一直换到大娘,但是她的魅力从未打折,一直到六十多岁,才快快乐乐地死在大唐的后宫。 俗话说属风流人物,还看今朝,从萧皇后的独特经历来看,属风流人物还真的是很难看今朝, 有哪位女人能比得上萧皇后呢? 好了,今天就和你讲到这了,感谢各位,希望各位在听故事的同时,能够订阅点赞、评论和转发。 谢谢,我们下期再会。 请不吝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